让人鼻酸的消息 这是新北市三重这位70多岁的老翁 疑似久病厌世 从住家14楼的寻短 当场死亡 老翁的儿子跟媳妇赶过来 心疼老爸受到病痛折磨 跪地痛哭 而且让景霄看到也鼻酸 景霄小心翼翼把这楼的70多岁老翁 抬下屋顶 全身色上衣的儿子跪在一旁 救护人员持续抢救 不断CPR 就是想救回老翁一命 但可惜还是回天乏术 从14楼住家坠下的老翁 当场就没有呼吸心跳 家属子女一看到之后 马上跟我们讲说 不要再急救了 他的儿子就马上靠他父亲的旁边 亲吻他 然后跟他讲一些话 景霄努力想救回宝贵生命 但疑似久病厌世才亲生的老翁 儿子媳妇赶来处理跪地痛哭 儿子难过的亲吻父亲额头 跟老父亲道别 这一次是特别感动 因为他陪伴他的父亲身旁很久 然后一直在旁边亲吻他 叫他讲话 好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这次看到 是特别的感动 连锦销都动人了场面 当时老翁坠下 卡在屋顶动弹不得 屋顶上的大洞 才隔一天就已经补好 老翁想不开亲身 儿子亲吻父亲遗体 一依不舍让人鼻酸 春新闻陈聚节 陈范威 新北市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范威